今天这家螃蟹店是真的太渴了 对我们这种不怎么吃螃蟹的人来说 这家店可以说是刷新的三观 我们是在神后出差的时候发现的这家店 就想感叹一下不愧是海边的城市 海产真的是太绝了 所以今天就来一起吃个螃蟹 又到吃螃蟹的季节 这种店就是在日本很常见的海蟹专门店 这家看样子还比较老字号 那老店的规矩肯定是要脱鞋 不过说句题外话 这家店的女傅院颜值是不是都比较高 算了强行搭讪还是有点尴尬 我们还是乖乖吃饭吧 不说废话开始第一个前菜 它是帝王蟹的腿下面再夹了个炸面包 炸面包的油箱已经进到了蟹肉里面 第二个前菜是凉拌煮的金枪鱼肉 金枪鱼煮了之后就像鸡胸肉一样柴 不是很习惯这种做法 第三个前菜是红薯配带鱼 这个红薯微甜还有点脆 这头黑乎乎的就是腌制的甜带鱼 那个带鱼的腥味还挺上头 下一个前菜是蟹肉豆腐 我还以为它是蒸蛋 结果就真的只是豆腐 感觉自己像是在吃蟹肉桂林糕 接着是我们的第一个主菜 然后它下面那个盘子非常的烫 里面装的是一碗芝士蟹肉 真的是打开盖子就能闻到那个烤芝士的味道 下面是两坨很完整的蟹腿肉 然后你一定要挖一大口那个芝士 这个芝士不甜 而且它里面还加了有陈皮跟水果玉米 所以你吃完一整份都不会觉得腻 特别是那个烤芝士边边 太香了 这个菜单多给十分都没有问题 接着上了一盘冷蟹肉 冲淡一下我们的芝士味 然后就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之一 蟹肉刺身 这太奇葩了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蟹肉长这个样子 麦克之后里面居然是一条一条的 甚至觉得有点恶心 但据说这个味道很好 吃进去之后你会发现 那个蟹肉的咸味特别的浓郁 就前所未有的浓郁 可能这就是生肉的魅力 但是肉确实是很多 你就当是在吃生鱼片吧 然后是一份铁板帝王蟹 因为是烤的 所以壳肉已经分离了 吃起来就比较方便 感叹一下蟹还是要烤的才好吃啊 那种蟹皮焦脆焦脆的感觉 特别的上头 而且帝王蟹的肉真的好多 啃下去一口全是肉 然后又上了一份冰蟹 就是用来重制你味觉的 每次要闲前下一个主菜的时候 就会给你上这个 下一个主菜是这个 炭烤松叶蟹 松叶蟹的肉会比较少 就是比较苗条嘛 但是它的肉会比较紧实一点 就你吃起来会觉得更嫩 而且那个独特的炭火香气 我真的很喜欢 然后我们的下一个重量级主菜 就是这个 超会心碎石无敌鞠肉爪 名字是我随便去的 这也太大了 这个 这就是蟹肉的天花板 就是它这个肉是韧的 应该是因为肉的密度很高 所以嚼起来就是弹的 爪子的肉真的会比腿上的肉好吃 你还可以蘸一点这个天佛罗汁 又是另一番体验 然后尖端部分里面也有很多肉 接着用勺子把它挖出来 最后的主食是这个寿司 把蟹肉取下来 单独蘸一下酱油 再放回去 吃一口你又会发现 终于知道为什么寿司店 没有卖蟹肉寿司了 因为这个味道真的很不搭 非常勉强 还好最后的甜品我特别喜欢 乍一看还以为是清不良 然而神户怎么可能会有清不良 它是酸奶加水果 不过仍然很好吃 这家店总的来说 还是让我大吃一惊 味真的是被蟹肉填满了 感觉吃了很多种花样 特别的满足 RG推薦指数 19.5分 嘿 卡玩意儿